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动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烧脑悬疑电影 死亡半径 影片一开始 水哥就从一场车祸中醒来 他来到路边找人求救 发现一辆车忽然失控地冲进路边 水哥赶紧跑过去查看 发现车主已经两眼发白领了盒饭 水哥也是一脸懵逼 回过神来立马打电话报了警 可在报案的同时 发现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 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 水哥感觉这事太你妈诡异 撒丫子就溜了 他来到一家餐厅准备吃点饭 发现里面的人全都死翘翘了 这是什么情况 水哥怀疑可能是空气中有致命的病毒 赶紧捂住了鼻子 不过后来水哥发现 这并不是病毒的问题 而是自己的问题 任何人或者动物只要靠近自己50米之内 都会死翘翘 都是眼睛发白突然暴毙 你说你这身上到底有多大的味啊 到了晚上突然有个妹子找到了水哥 为了不让妹子有危险 水哥嚷嚷着离我远一点 结果妹子一点事也没有 妹子就说了 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在你车上 自己也失了意 话说你都失了意 还知道是在谁的车上 真是见了鬼了 两人在家里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他们来到了车祸现场 这一来才发现周围好像被大火烧过一样 这不能是翻车翻的吧 这也太离谱了 于是水哥告诉他 只要有人接近自己 就会死翘翘 新闻上那些挂掉 眼睛发白的人都是他杀的 妹子觉得水哥是疯了 转身就走 结果水哥遇见的女警察 立马就领了盒饭 妹子一回头 差点吓尿了 于是水哥抓着妹子 就做了场实验 身边放了只羊 同时让妹子后退 到50米后 这只羊果然就死掉了 妹子这下彻底相信了 原来只要他们在一起 水哥就不会伤人 这可怎么办 于是两人决定 还是去医院看看 毕竟医学的力量 还是伟大的 他们来到了医院 做了CT扫描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倒是把警察引来了 他们落荒而逃 因为他如果不在水哥身边 他身边的人全都会死 在逃跑时 妹子突然灵光一闪 就这样没有赶上电梯 和水哥十之交臂 这不是搞事情吗 妹子连忙跑楼梯 保持着和水哥的安全距离 还好终于赶上了 并没有发生人命 逃离医院的两人 在车上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妹子通过广播 知道了她的丈夫在找她 妹子希望丈夫能帮助她 并且回忆起以前发生的事情 原来妹子有个姐姐 一年前姐姐突然失踪 为了寻找姐姐 印了许多寻人歧视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情绪低落的她 和丈夫吵了一架后 就离家出走了 丈夫看着自己的老婆 整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于是粗了 于是偷偷地报了警 警察撑起来 直接抓住了两人 并且准备把两人分开带走 结果悲剧再次发生 警察和周围的市民 全部挂掉了 愧疚的丈夫 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 水哥就带着妹子 又逃离了这里 根据记忆 水哥来到郊外 一所小木屋里 寻找记忆 她来到小木屋前面的食堂里 突然想起了全部的事情 而此时的妹子 意外发现了一本日记 原来妹子的姐姐 就是被水哥害死的 还把她的尸体 沉到了食堂里 为了防止杀人的事情败露 水哥想趁机 把妹子也杀了 妹子拼命挣扎 结果发生了车祸 当两人从车里爬出来时 被盗白光击中 事情的真相终于大白 妹子拿着枪 就要杀了水哥 就在这时 几个小伙子认出 水哥就是电视里的恐怖分子 他们把水哥 安在地上 一顿毒打 水哥趁机逃跑 当他走出安全距离时 这群家伙都领了盒饭 但是妹子却意外中了枪 生死垂尾 水哥赶紧把他送进医院 看着渐渐远去的妹子 为了不再让医院里无辜的人丧命 水哥扣动了扳机 影片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拥有了这样的超能力 你首先想干什么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死亡半径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